固人战役把亚服 先知这个ID我没记错 好像在深渊的选拔赛当中 我有看到过这个ID 不知道没记错啊 你们知道的可以跟我说一下 看一下先知这个角色 主要他要被抓就好看 看打的是谁 打的是邦邦 勘探 咒术 黑白双煞 拥兵先知 这个阵容怎么感觉 N多年前 都不是两年前了 三年前吧 黑白双煞带先知 这种打邦邦 赢我觉得是赢不了的 等会儿 邦邦带的是闪现 带的是闪现 来我们今天给到 还真是看谁抓谁 那还挺不错的 而且他们的打法还挺凶的 挺凶悍的 就是你这边比如说 先知遛着遛着遛着 待会儿这边看待员是 会硬着头皮过来 帮忙打一波的 不是那种 就我们这边的 可能你顺路过来 我这边打一波 这看待员这边 说明点好就硬着头皮来了 硬保一波 就是要确保自己的队友 对吧 能够拉开一波距离 这里看待员应该是要来了 两块磁点的看待员 可以来一手 完了 这一个过板刀直接拉崩啊 这一个过板刀直接拉崩 穷者崩的一塌糊涂 崩的稀里哗啦 崩的 只能用对吧 天崩地利来形容了 看待员这边机子没修 先知的鸟没骄 飞轮没骄 然后看待员还吃了一炸 待会儿来打架的时候 因为是有一炸的伤害 所以这看待员 待会儿面对一个 有闪现的邦邦 一炸一刀 对不起 我板子没下好 是这个意思吧 刚刚有 我们就有关注在讨论啊 这个 这边有对不起 这个 还蛮有意思的 一个护臂跳过来 好的 那这样的话 这边佣兵应该是一个双倒了 这个炸弹 避免不了 这炸弹 哎呦我去帅呀 佣兵对不起 大家都想保 这个先知没保下来 你也对不起 我也对不起 看待员来 看待员来 这边的话 飞轮往前顶 人捞下来 这边闪现一刀 飞轮躲掉 好的 这刀打中看待员呢 看待员现在用数字三连的磁体 哎 先知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佣兵给捞下来啊 这不顺带手的事吗 先知 鸟给上 咒术师 捞下来 佣兵这边直接倒地 炸是已经炸裂了 后面的话就纯粹是应该享受这个游戏了 打到这个局面 我觉得穷者应该也知道没什么机会了吧 就享受着游戏 打打打打 不过这帮帮确实打得蛮好的 他的这个炸弹丢的压迫性很强 压迫性非常强 这边转手再把佣兵挂上 而且帮帮打得很稳啊 他没有去就是死守这个咒术师 嗯 这边他挂佣兵是最稳的 但是死守咒术师呢 可能对我们观众来讲呢 这个观感会更好 就是观赏程度会更高 一爆 再炸 漂亮 这边连咕都交不出来 真的 连咕 咕 哎呦 这边有炸弹 哎呀 这帮帮打的真的是舒服啊 打的真的舒服 有点厉害的 阿萨 阿萨米 是这么念吗 刚才队友救我 这波我也要救 他手里有飞轮 应该人是能救下来的 咒术师有三成孤 呃 导嘛 两个里面应该是要导一个的 浇了个三成孤 勘探员这边一炸倒地 有飞轮两块磁铁 但似乎走不了 飞轮 再丢磁铁 封口 我邦邦算是个远程呐 对吧 邦邦这炸弹丢得好 真的是个远程 可以了 看待员牵制到这个局面 应该是已经到极限了 已经到极限了 咒术师这边的话 手里面也没有孤了 没有办法再来救人了 呃 现在我们的男主角 先知怎么说 对吧 这一切 起点是这个先知 开密码机 开密码机 这边的话 他看到先知的密码机没有动 觉得先知来救人了 哇 这帮忙打的也太稳了吧 你这么大优势 真的他感觉跟打比赛一样 就是一点点都不放松 这回来守 这没有把这咒术师带走 他也是真沉得住气 还打针对 他这刀应该是想留下来打针对的 老哥 可以的 外面三个人都是一炸煤 闪现一刀 来了 最后一波死亡冲锋 这 看他以为怎么倒的 这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